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 那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没有 到底这么回事 除非不是一个轻易罚人的人 那一定是你们做得有点太过分了 我们几个人因为一件私事吵架 被他听到了 他就罚我们跟机务师傅一起去工作 就这样而已 那除非罚你们轻了 反正到后来一些都好了嘛 我们也知道错了 而且还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感情变得更好 所以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不是什么大事 你现在在飞行部吵架不是什么大事 那下一次在机舱里吵架 也不是什么大事吗 不是你一辈子都没跟别的同事闹个矛盾吗 你能跟我比吗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不受教 我去找你中队长去 让你停飞 行 混淆 反正大家不都说我是飞二代吗 我就让他们看一下 飞二代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权 我爸可以直接去我的公司找我的茶 你不是常叫我看人家的孩子吗 你不是常常叫我看看楚飞吗 对啊 你得好好向楚飞学习 我现在想跟你说一句我好羡慕人家的爸爸 人家的孩子考上飞行员 父母亲都是捧在手心里面疼的 他们可以很骄傲地出去跟别人说 我的孩子是一名飞行员 可是我呢 我回来除了被你各种教育以外 我没听过你夸过我一句 我还夸你 就你现在这个浮躁的样子 我再夸你 你不用开飞机就飞上天了 你说你都这么大了 怎么一点不懂事呢 我对你的严厉是为了你好 难道你不懂吗 我从小事事得第一 我不敢偷懒 我不敢懈怠 就是因为怕人家说林准的儿子不行 我就怕你风采了一辈子 毁在我的手上 可是现在看来我的努力 你根本看不见 那我得不到你的赞赏的话 我努力我懂事 到底有什么用啊 你想让我赞赏 你必须当个真正的飞行员 李总 你找我 来了 坐 来 有事吗 我有个消息呢 要告诉你 不过你在听之前呢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到底怎么了 有事吗 你之前不是看中了几款APP吗 可是他们的下载料 不理想是吗 他们全部 都进入推荐排行榜了 诚诚啊 你真是太棒了 你吓死我了 我还没有什么 你还没有什么